我們是點鮪魚跟鮪魚的 總共200 大概400 跟熱氣球一樣 如果你有來台東就一定要去一次 我們給100顆心 現在的時間是1點10分 我們剛剛早上是3點半就起床了 然後去看熱氣球 所以回來就蠻累的就消不眠一下 然後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明天下午的車就會回台北 我們剛剛坐一台摩托車 等一下會在市區逛逛 大家吃一些台東市區的美食 我上網查的啦 我也不確定好不好吃 我們住的這間呢 叫做日出朝陽民宿 小倫兔爾一下好了 有一個對外窗 然後Kingsize的床 我們有跟民宿的主人講說 我們會帶一個小銀子 所以他就跟我們Kingsize的床 這邊有一個衣架 有點亂 因為我們住了一天了 廁所他是有做乾絲分離的 還蠻好的 洗澡是可以給他關注 好 OK 那我們的小倫兔爾結束 那等一下我們就帶著大家去吃吃喝喝吧 因為我們終於還沒吃 出發 走 我們來的第一家呢 叫做好魚日 他是以鬼頭刀魚為主題的一家餐廳 所以他所有的餐點 全部都是用鬼頭刀魚肉做的 我們剛剛點的是好魚包跟墨西哥捲餅 那我們讓Kingsize 先試試看這個捲餅 我很喜歡他的醬汁的味道 他那個醬料酸酸甜甜的 魚肉就跟我們在家裡煮的 但是吃起來是肉質比較偏硬 因為吃到肉質比較硬 對對對 比較粗 對對對 這個呢 是好魚包 裡面是炸鬼頭刀的魚排 然後生菜 下面一樣有洋蔥 這種就是要大口吃 嗯 好 我們吃的時候要用紙的 它的炸魚很嫩 它不像是一般我們知道的滾頭刀魚 有些煮起來是會 肉質會很硬 但是它炸起來是非常非常嫩的 跟我想像中的鬼頭刀是不一樣的 那個醬啊 酸酸甜甜的 我覺得是好吃的 請喝喝喝 喝喝的 炸魚台 很嫩 我吃這個漢堡 你值得耶 我比較喜歡漢堡 煎餅 兩個醬不太一樣 可是好魚包的醬比較好吃 欸 你在喝什麼 女人容易缺鐵 要補血啊 好無聊的情境劇喔 你這根本是畫橘色的眼鏡 做成華做的飲料 它的造型是做成是血帶 這可以補血 你在看什麼 你在看什麼 你說什麼 嗯 它有芒果對不對 鳳梨啊 喔 鳳梨 喔 是鳳梨鳳梨 鳳梨 火龍果 好像有用鮮奶 珍珠蠻好吃的耶 你看看 我吃看的韭菜盒 很好吃耶 這是南丸蔥油餅的韭菜盒 可以可以 韭菜盒還蠻厲害的耶 放那麼久還是輸的 而且我覺得它皮很高 這厲害 嗯 然後它餡很多 而且我加辣是對的 好 我們再去下一個地方 走 好好吃喔 嗯 沒有乾醬料的吃耶 嗯 夜市海鮮 它是吃生魚片 網友極力推薦說 燒夠大啊 而且非常新鮮 很值得來吃 我們是點鮪魚跟鮭魚的 總共200 這個花枝一片30 所以這樣是260 好 我們來吃 你去他們呢 吃的很過癮 而且它有很多冷凍的 海鮮類 看起來那個標價 也都蠻划算的 完全值得推薦 我給100顆星 我願意吃了滿滿滿的鮪魚 鮭魚 還好我們有點鮪魚 因為鮭魚如果真的全部吃會排泥 對啊 我剛剛吃到最後幾塊 就覺得我會有點油 有點油 跟熱氣球一樣 如果你有來台東 就一定要去吃 那個夜市海鮮 我們現在呢 是在北南文化遺址 然後後面呢 這些石柱呢 其實它只是一個 的裝置藝術 它是象徵說 以前北南族 他們都會有這種石柱 作為就是 地標的一個作用這樣 這個石柱在1930年代的時候 還有很多利於地標 1980年代的時候 就剩下四隻 現在就是僅存一隻 就是月形石柱 那等一下呢 就帶大家去看這個月形石柱 說是距今 3000年前就插在那個地方了 字幕製作人員 好 那我們剛剛搭的騰雲座舱有附飲料 然後我們選的是星巴克的拿鐵 Helia喝完他就覺得還不錯 結果我一喝我就說 這咖啡廣場啊 他就覺得說怎麼可能咖啡廣場是這個味道 我們就買了一罐咖啡廣場來喝喝看 我還特地留了一點點而已 好 我現在來喝一口這個星巴克 真的是咖啡廣場 不是你還沒喝咖啡廣場欸 其實味道我覺得差不多 但是星巴克的比較濃一點 那咖啡比較濃一點 但其實感覺味道差不多 你喝喝看你喝喝看 他沒有那麼濃 那你覺得是什麼 就是比較水是不是 還是比較甜 比較甜然後比較水 濃的咖啡廣場 你試試看你試試看 等一下我頭髮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完全可以 我覺得咖啡廣場就是有一個香料在 它不是咖啡豆的那個香味 星巴克它這個奶味比較濃 然後喝起來不會那麼的水 是不是差不多 我只能說 就是這種調配出來的飲料 你要要求它什麼 又不是說現膜的咖啡豆 好 掰掰 ALLYA 剛剛還有大混血 還有大混血 我們在看什麼 到明天 你可以 你可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